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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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運動嗎? 不會吧? 沒有 只是帶學生這樣 帶學生 然後早上的時候都會 有時候會升起 升起的时候 然后大太阳 顶大太阳这样子 然后一排老师 撑着雨伞 然后戴帽子这样 老师可以撑伞 觉得那么好 现在升起老师可以撑伞 就早上在后面 然后就撑着雨伞这样 因为实在太热了 而且就是可能有时候 学校有比较多事情 会讲话讲得比较久 然后就当时很热这样 至少还有撑伞啊 对不对 其实撑伞也是一个保护力 撑伞跟戴帽子 都是非常好的保护力 是的 真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像佩芬 她有撑伞 可是还是建议她插到 因为她有撑伞到太阳光啦 所以基本上还是三加 还是三加比较好 对 那易金你呢 我平常不太会去保护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知道我要三加的 所以你也常常在 阳光的很大的时间出来 常常都是大太阳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四位美女当中 你的皮肤看起来是最健康的 就是比较偏黑的那个方向 对对对 我最近也是晒黑了 真的哦 因为我选了那个SPF50 跟我一样都错了 我都选 想说SPF50应该是最高的 外国还有100的 对 我们都还没有选到100 好 那既然知道怎么样选这个防晒乳液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美容师好了 既然都大家知道怎么挑选 可是 也总是要知道怎么正确来擦 刚刚除了医师讲说量要多少 可是擦应该有makeup吧 或者是说 我们女孩子难免出门还要化妆 对不对 到底我们在什么时机点来擦这个隔离霜 或是防晒用品才是比较正确的 好的 在我们要擦防晒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清楚了解我们待会要去的地方 比方说等一下去户外我就擦一个SPF30 这样就不够了 那我们如果选择户外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系数比较高的SPF50 然后星星也可以达到3的 所以它擦起来的话 它比较不容易晒伤 所以户外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样子的一个隔离霜 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吗 质地 重点我们因为在户外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清爽一点的 不然它会一整天下来可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因为粘力的关系 然后当然 所以现在擦的这个是 这是SPF50 然后三个加的 对 三个加的这样子 那它最主要是清爽 然后系数又高 那这个针对我们像夏天到了皮脂线旺盛的话 我们就会容易出油 那它里面还有多添加一个控油的因子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让你不但清爽 然后碾又不碾你 那当然了我们的防晒系数时间大概有12个半小时 可是刚刚医生有提到 我们要记得中途还是稍微要补一下 对 因为油汗会跟着把它擦掉了 对 它会跟着流汗时间把它洗掉 清湿掉了 对 那如果说我们常做于休闲活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在SPF38的 嗯 颜色不一样 对 它是白 它是绿色的 绿色 有点绿色 它偏绿色 那最主要的话 它这个它里面也有一个控油因子在里面 因为我们会选用绿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在休闲活动 那它如果皮质望线的话 可能会容易脱妆 或者脸颊泛红的话 绿色它可以达到一个修饰的效果 让脸不会那么偏红 对 它会让你肌肤看起来比较像苹果肌 白里头红的感觉 像白雪公主般的肌肤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绿色的隔离霜 对 那它里面有SPF35 那这一个Size的话 它系数就比较低了 颜色又不一样 对 就适合在办公室内的人来擦 它适合那个在室内工作 像内勤人员之类的 那它是属于白色 最主要的话 因为内勤人员也有男生 所以我们也可以让男生使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它白色不会擦在脸上的时候会有偏白 不会 不会因为它很好吸收 所以它很快就吸收 对肌肤的颜色没有改变太多 对 而且它里面有刚刚那个佩芬讲到的 可能肌肤会太干 那它太干的话 它其实里面有加含水的一个保湿因子在里面 所以它会让我们肌肤24小时都保有含有水分 因为它里面有去做过实验证明 它测试了大概6个小时 肌肤还有增加50%的一个水分 那大概24小时还有20%的一个水分在里面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就是可能因为室内空调的原因 而造成肌肤太干涉 所以难怪这一瓶很适合室内的 就是在办公室内 因为它要保水 对 要保水 然后又不容易脱装 所以三瓶的颜色基本上不一样 也针对不同的族群来做适当的挑选 是 可是好 那我们假设说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可能我们出门的采发 我没有擦防晒乳 因为我们现在才擦到底我们什么时间擦 它才可以真正达到我们这些防晒用品的效果 大概其实我们都会说 你出门前大概30分钟 你就先让它肌肤可以做一个吸收 对 所以不要说我要出门了 我就现在马上擦马上出门 其实它只是还没吸收 只是浮在脸上这样子而已 所以都会建议说大概前半小时先擦 让它吸收了之后我们再出门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在半小时前 就是你要出门的半小时就赶快先擦了 那可能让皮肤真正吸收之后呢 在出门基本上它才可以 让这一个防晒用品达到比较高的效果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遍 到底这三个系数基本上它可以维持几小时 它可以抵抗12个半小时 那它可以抵抗于98%的阳光清晰 对 然后绿色这一块的话 它就是可以抵抗大概有10个小时左右 对 那中途也是要稍微再补充一下 那白色这个SPF30的话 它大概有4个半小时 其实就是SPF15 比如说我这个30的话 它就是30乘以15 就是我们的防晒的时间 对 中间还是如果有流汗的话 再补充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医师和美容师呢 都分别已经把我们的答案都讲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要来出题目了 所以大家要仔细听一下 然后题目听完之后呢 记得赶快看我们节目之后 赶快到我们的庆联港督的粉丝团的FB 去健康女王我最美的地方按一个赞 然后把题目看完之后 写下正确的答案之后 就有机会把这两组 由我们医师和美容师带来的赠品可以带回家 好 我现在要出题目了 大家仔细听哦 好 第一题呢 如何选择一支适合黄种人的防晒产品呢 那有1 2 3的选择 比如1 SPF系数的标示 2 PT++++的标示 还是3两者皆是 到底是SPF呢 还是PA++呢 还是两者皆是呢 这是第一题哦 第二题呢 请问要抵抗9.5小时的指外线 必须选择多少的系数来做防晒 第一 SPF30 二 SPF38 三 SPF50 到底是哪一个呢 赶快呢 上我们的庆联港督粉丝团的FB 去在健康女王我最赞的地方呢 按一下 然后呢把答案呢写下来 就有机会拿到这两份赠品哦 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大家要动作要快 好 讲完了题目之后呢 接下来继续来再请教一下 我们的那个医师好了 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皮肤要做 不要让它有晒伤 或者是一些状况出现 要做好防晒 对不对 那到底是不是除了防晒之外 是不是清洁很重要 因为我们出门都会擦了很多东西了嘛 回到家的动作应该就是要清洁 所以清洁是不是也很重要 清洁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天 我们脸部清洁是最少两次嘛 早上起来收洗脸一次 晚上洗澡的时候也是洗脸 所以最少一定是两次 所以对于我们的肌肤要接触到的东西 一天要有两次 那每天的累计 所以清洁的相关产品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那皮肤的表面基本上它是弱酸性 PH5.5 所以我们希望选择的清洁产品 是雷净相似这方面的PH值 太酸或太减都不是很好 对对 那基本上以我们的建议 我们专业建议会希望说 尽量不要使用到太 化太多的浓妆 如果可以的话 那如果是一般清爽的妆 或者是简单的眼妆 唇妆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用很简单的卸妆 乳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到卸妆油 因为其实卸妆油对于皮肤的深层 其实是有一些破坏性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尽量少化大浓妆 少使用卸妆油 就一般的淡妆 眼妆 我们脸部的简单的腮红唇妆 这些用一般的卸妆乳就可以 把它卸得还蛮彻底 还蛮干净的 所以基本上卸妆乳 它也是对皮肤 有一点点的刺激性 对不对 所以能够少用 然后所以为了要少用 淡妆就好了 对只要让自己看起来 有气色就好 不一定要化得浓妆液模的 那对皮肤会比较减少 多一次的伤害 那说到清洁 刚刚医师有讲到清洁就很重要 可是到底清洁有没有什么方法 才是正确的清洁方法 有些人洗脸就是三秒钟 这样水泼一泼就好了 就叫清洁 清洁其实清洁方法做对了 基本上你的皮肤 就比较干净一点 减少一些残留的东西 留在脸上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美容师 来示范 到底怎么样来做 脸部的清洁也好 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清洁都很重要 尤其是脸部啦 那我们就很高兴 请我们的液晶来单问我们的model 刚刚我们的美容师 已经先帮液晶的 在这一半张脸美美的脸 先稍微简单的卸一下妆 然后卸完妆之后呢 就开始要做清洁 可是洗脸大家可能都会 可是正确吗 方法该怎么做呢 我们请美容师帮我们做示范 好的 其实大家都会忽略洗脸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洗脸其实就是 保养的第一大步骤了 对 那我们可以选择像 比较保湿度比较够的 或者是夏天用的 就是清爽 比较清爽的一个洗面卤 保湿和清爽型的洗面卤 两个质地有不一样吗 保湿的话 其实我们这两个洗面卤呢 它最主要就是PH值 都在于5.5 PH5到6 所以它其实 就像刚刚医师讲的在 比较是偏弱酸性对不对 对 跟肌肤比较靠近那个PH值 对 对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伤害肌肤 那最主要它里面也不含 皂碱的一个清洁因质 对 因为皂碱它可能会过度的 让我们皮脂抹伤害 那会造成干涉 那可能久而久之 我们肌肤就有老化的现象 对 所以我们代替它的那个皂碱 就是氨基酸的结晶因质 让我们肌肤可以达到比较深层 那保湿的话它里面主要是山茶花的 它可以让我们肌肤比较 比较有水分 比较不容易流失